动物界最牛的动物是谁 近几年最火的动物当属平头哥 黑西装 白寸头 纵红草原 无敌手 在大部分网友的口中啊 平头哥这个动物貌似已经成神了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平头哥究竟是怎么样呢 它拥有什么样的实力呢 欢迎来到小马哥的神奇动物园 本期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平头哥到底有没有从中的那么厉害 平头哥人孙外号 草原一哥 其实啊 人家的真名叫做 秘桓 其实也叫做平头哥 那是因为这家伙的头顶长了一圈 白色的毛发 看起来像养了一个白色的小平头 非洲乱不乱 平头哥说的算 这家伙真的有这么牛吗 咱们来看看平头哥和狮子战斗的录像 视频中咱们可以看到 平头哥直面硬钢的狮子 真的一点也不虚 甚至还敢敢动出击 愣是把狮子给打跑了 难不成这家伙真的很能打吗 咱们来看看他的体型 其实啊 也仅有70到90厘米左右 相比狮子大象差点 这家伙的小身板还真不够看 草原一生比他大的动物多了去了 那为啥他能这么牛呢 平头哥和普通的动物不一样 他皮糟肉厚 身上的肉相当紧臭 防御率很高 一般动物啊 还真伤不了他 就算是狮子这样的大佬 两口下去 也没法给他造成致命伤害 除了防御力以外 平头哥自己也具备了一定的攻击性 嘴里的小钢牙虽然不长 但高低啊 也能咬上几口 再加上平头哥的脾气 可是出了名的差 谁惹上了他 那绝对是一命相拨 一来二往 动物们啊 也不愿意搭理平头哥这个刺头 冷知识 平头哥曾经还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官方亲自办发了 世界最无所规矩的动物奖 不过咱们还是要分清形势 不想搭理 并不等于搭不过 看看这只蜜环 就是认为惹怒了狮子 结果被狮子给轻松拿下 原地上了齐天 其实双方在硬实力上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一点必须要承认 除了防御力以外啊 其实平头哥真正厉害的能力啊 在于他的恢复能力 这家伙的身体恢复力 到底有多强 科学家曾研究过 他体内的消化系统 是普通生物的十倍以上 这么强悍的身体素质 导致了平头哥基本上不挑食 遇到什么就吃什么 毒蝎子小五姑 甚至啊 还会拿着毒蛇 当根辣条给吃掉 更牛的是 蜜欢当着蜜蜂的面 光明正大地从蜂巢里拿蜂蜜吃 蜜蜂啊 倾头而出地遮在他身上 人家也不当回事 反正身体恢复能力好 随你们怎么折腾 总的来说啊 还真没有什么动物 能让平头哥感到害怕 也正是依靠着这些 超强的防御率和恢复能力 所以啊 造成平头哥 天不怕地不怕的暴脾气 不过啊 平头哥也有自己的天敌 那就是美洲豹 虽然平头哥不好收拾 但毕竟 硬实力上有差距 拿下平头哥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刚好 美洲豹也是一个 死扛到底的主 所以说啊 平头哥并不是无敌的存在 大家啊 也不要再精心网络谣言了 关注小马哥 下期的视频 更精彩 下期的视频